2020真的是魔幻的一年 本来疫情就已经很让人头疼了 川普还各种作妖 经历大选后 美国现在已经越当越乱了 确诊人数已超千万 50个州里有49个州 是疫情重灾区 拜登此刻估计江头烂额 拜川普的不作为所赐 如今的美国人民 还要去当地的镇级中心排队领取救济粮 但是疫情再严重 也不能阻导某些超级热爱事外 活动美国人追求自由的心 于是一个奇怪的新玩法诞生了 拥抱奶牛 这个玩法起源于荷兰 GPBC的报道 奶牛又大又暖 心跳还慢 人类与之共处在体温和体型上 都相当契合 而且拥抱奶牛还能加速碎产素的分泌 恰好这个东西又能给人减轻压力 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总之拥抱奶牛好处多多 所以此玩法在美国火速流行起来 纽约已经有一个农场开生 拥抱奶牛体验服务了 真是real nice 其实与动物共处的疗法以前就有 几年前的山羊与家野生火爆一时 吸引无数健身泥 类似的还有小猪普拉提 及小乡猪们在人群中疯狂 50分钟为一个课程 在此期间 人们的幸福喜悦感 可能是人生之罪吧 M 不得不说 这些外国人果然会玩 最后 还是希望全球各地的疫情 能感情好起来吧 毕竟人类始终是命运共同体 美玩美洋 看看播报 毕竟人类思案